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Forev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 癌症指数高不等于离癌 正常指数多少 癌症指数检查出来偏高 是不是代表我已经得癌症了 又或是我的癌症指数明明正常 为什么还是得癌症 这是医师在诊间常会听到的疑问 到底癌症指数准不准 正常指数多少 造成它上升或下降的原因有哪些 癌症指数是什么 所谓癌症指数指的是 血清肿瘤标记Tomer-Marker 又称肿瘤指数 是指人体血液中的某类蛋白质 当其浓度上升时 经常与特定癌症相关 这时便可以利用其抽血数值的高低变化 来预测特定癌症的发生与进展 然而癌症指数在癌症预测上是有其极限的 医师表示当人体器官受到其他良性状况影响时 也可能造成癌症指数的异常上升 相反的 当癌症指数显示正常时 也不代表人体一定没有癌症 癌症指数的种类繁多 在渐渐应用上 目前常见的有磷状上皮癌关联抗原 NCCCA 爱士顿病毒抗体BVCIG 肺癌重瘤标记NC CIFR21-1 癌症抗原 CA 四种癌抗原 C724 C199 C125 C153 胎儿蛋白 AFV 摄护线特医抗原 PSA 及人类磅磨磨性腺激素B CG等项目 不同的癌症指数有不同应用 目前渐渐项目上常见的癌症指数项目 包括以下几种 一并说明其应用如下 甲型胎儿白蛋白 AAFV 正常值20MGMI 可作为肝癌初步筛减 不过 AF与身高 也可能跟肝硬化 怀孕等因素有关 CA199 正常值 37V 可作为胰脏癌初步筛减 但其他腹腔的肿瘤 如大肠直肠癌 胃癌等也可能让CA199升高外 胆道炎 胰脏炎等非恶性疾病 也可能让CA199浓度上升 CA153 正常值22如吗 可作为女性乳癌的初步筛减 但在大肠癌 胰脏癌 子宫颈癌等其他癌症 或是乳房 卵巢等疾病 也可能会导致CA153浓度升高 乳房的自我检查 定期找专科医师处诊和接受乳房超音波 乳房光摄影等检查也很重要 来抗原125 CA125 正常值35VM 可作为女性卵巢癌初步筛减 不过CA125的升高 可能跟子宫内膜异味 骨盆腔发炎 子宫腺流等问题有关 另外 乳癌 肺癌 子宫内膜癌 也可能让CA125升高 但CA125对侦测卵巢癌的敏感度不够高 有些敌癌患者仍在正常值以内 IP抗原 CA 正常值5Mgml 如果是吸烟者 正常值则应8Mgml 可作为大肠癌及肠胃道癌症初步衰减 但CA数值升高与抽烟 肠胃炎 干硬化 甲状腺功能低下等情况可能也有关联 建议搭配肠胃镜以及粪便前血检查 更能掌握肠胃道健康 前列腺特异抗原PSA 正常值4Mgml 前列腺特异抗原由男性的前列腺制造 此作为男性摄护腺癌筛减的指标 不过摄护腺肿肿大 升值系统发炎 性行为厚实 PSA也可能会上升 许配合肛门指诊 摄护腺超音波等检查 才能确诊 癌症指数正常值是多少 医师表示 癌症指数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值 只能说是大部分正常人的平均数值 此外 不同医院 不同平台 不同检验中心 检验工具的不同 或是经验法则 定定的参考值或标准值也会有些微差异 癌症指数准确度多高 抽血癌症指数偏高就代表痢癌了 肿瘤科主治医师指出 几乎所有癌症指数都无法作为诊断理癌的依据 都还是需要影像检查与病例切片才能确诊 唯独AFP 如果病患有B型肝炎或C型肝炎 抽血验到AFP指数很高 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等影像检查 也发现肝脏肿瘤 可以不用再做病例切片及诊断为肝癌 但这种情况还是要符合诸多条件 并非单靠一个AFP指数便能确诊 只能作为辅助性诊断工具 临床上 癌症指数最常见是应用于治疗后的追踪与侦测复发 当病人接受治疗之后 包括手术 化疗 标靶药物等 如果肿瘤指数下降 表示肿瘤对此治疗有所反应 若是指数有在升高的迹象 就会合理怀疑是否复发 或是产生抗药性 治疗的育后状况相对而言会较差 一是说如果病人在治疗前 癌症指数就维持在正常指 并未上升 那这个指数就无法作为理想的追踪指标 正常细胞也会分泌这些特殊物质 当身体处于发炎状态如胃炎 肠胃炎 皮肤炎等 或是有些良性病变 甚至怀孕 吸烟等 都有可能使癌症指数升高以CE199为例 这个癌症指数与胰脏癌 胆管癌有正向关联 但是如果体内有结实 胰脏或胆管发炎 也会导致指数升高 甚至破肩 破万 指数偏高只是提醒要评估 癌症的风险与可能性 并不代表就能确定离癌 还是得和并其他临床资讯如影像检查 病理切片等 才能判断是身体发炎或其他良性疾病 还是恶性肿瘤引起 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 血清肿瘤指数不断上升或大幅度上升 便要积极检查 排除癌病发生或恶化的可能 一般在抽血检测时 就可以加价测试一些癌症指数 像大肠癌披抗原 疑肠未到 女性婉巢癌等 但专家建议 这类检测最好对症下药 先了解自己有哪类疾病的家族事 再来挑部位检测 效率会比较好 胃肠肝胆科医师说 有些人咽血 可能CIA癌症指数都正常 但是这些限流是有机会会长大的 比较安全的方式还是大肠镜的检查 因此癌症指数不能代表一切 有些民众在检检中心测出癌症指数偏高 但到医院检查后普遍没有问题 目前临床上仍然找不到敏感度 全医性都很理想的癌症指数 因此大多数癌症指数 并不适合单独作为筛检或诊断的工具 健康饮食 良好生活习惯 才能降低离癌风险 只是一味检测 癌症指数 担心自己是否离爱 对一般民众并没有太大意义 然而对于曾经离爱 或是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癌友来说 癌症指数就是个重要的指标 需要定期抽血追踪指数是否有所变化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